下一位 王潇 各位尊敬的律师您好 我是王潇 我今年毕业于美国斯坦福大学法学院 取得了法学硕士学位 我本科毕业于国际关系学院法律系 在毕业的时候通过了国家司法考试 和英语专业八级考试 然后也获得了北京市优秀毕业生 和小优秀别论文的奖项 之后我被保送到了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 共同国际法学硕士 在延一的时候我代表北师大参加了 全国海洋法英文模拟法庭邀请赛 来到了最佳辩手的称号 在延二的时候我进过学校选拔 然后去了澳大利亚新南文士大学 进行一学年的交换学习 最后以Distinction的成绩 结束了一年的交换 在延三的时候 我申请了英国和美国的法学院 获得了英国牛津大学 和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录取 然后我个人的规划是 想成为一名代表中国的国际法律师 可以说国际法律师 是中国的另一艘航空母舰 我愿意做其中的一名国际法律师 然后这就是我的简单的自我介绍 还简单 简单 引起了众怒 这就特别刺激人 我觉得四个律师坐在对面也很受刺激 为人压力 哇塞 你对这个国际公法国际海洋法这些兴趣 是什么时候培养起来的 在我大四的时候正好是南海仲裁案 然后当时我就想着 很多中国学者都在讨论 关于南海仲裁案的这个程序的问题 是这个仲裁庭是否有管辖权 我就把它作为了我的本科的毕业论文的题目 当时觉得非常有挑战性 我觉得真的是特别难 但是我就是在写论文的过程中 就觉得 这个国际海洋法的话不仅和国家利益相关 它其实和政治历史 乃至国际关系都是联系非常紧密 所以说在本科之后 我就非常有规划的去从事 比如说学习国际海洋法 国际公法 以及参与国际法的实践 王肖我相信你英文肯定是很棒了 那就请你跟我们简单说两分钟吧 我们还是考察一下口语 所以你要不要讲讲斯坦福 你觉得因为这是一个金字招牌 金光闪闪 觉得斯坦福给你带来什么 对你的意义是什么 谢谢您的请问 我认为这是一个很挑战的请问 我认为我 我认为史坦福的经历 是一种忘记忽的记忆 它给了我一个机会 去探索我的意义 像是在文化的 而它也给了我其他机会 去讨论文化的讨论文化 例如指定文化 和法律文化 我认为美国的法律文化 和法律文化 是非常有趣的 I chose like several courses in American public law Did you have a scholarship or sponsorship? No, I didn't have any like a sponsorship Because I haven't worked in a law firm before But I know several other Chinese students They have been sponsored by their pay the payroll firms So you paid your tuition in full by yourself? Ya, so I'm very grateful for my parents They are generous support for my study in the US 现在你能够工作,你能够赔回 我认为我应该够赔回 因为你工作很努力 我们也有资金,如果你工作很努力,你会得到更多 谢谢,果然是很好,我们就切换回中文了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你在开始自我介绍的时候 用了一个词叫航空母舰 你是说你想成为一个中国航空母舰式的律师吗? 还是说你想开一个航空母舰式的事务所? 谢谢你这个提问 因为我是觉得对一个强国来讲的话 它必须要自己的硬实力 它可能是我的经济实力,政治实力和军事实力 那军事实力的话就是有航空母舰 那我就觉得中国律师就像一艘航空母舰 帮助中国去实现自己的国家利益 然后维护我们的权益 所以我觉得它就是一个虚拟意义上的航空母舰 它是把国际法比喻成中国的一个航空母舰 这就是我们要的人 是 他虽然没有工作经历和实习经历 但他表现得很成熟 言谈举止他也很自如 而且他说话是经常是面带微笑的 显得他也是很松弛 就是很自信 但是又不傲慢的那种 对 让人就是打交道很舒服 你说的话 他你很明确地知道他听懂了 他问的问题 我们也知道他在关心什么 他英文也不错 口语版表达很好 他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这肯定进了